追光把哥哥二开播了 第一期就有点好笑 用杨宗伟的话说 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 会和这么多哥哥在一起 自己上学时 班里的男同学都没有超过20位 这句话莫名好笑 别说一群男人也是一台戏 尤其是各位哥哥的初次见面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社交能力了 只是当社交牛皮和社恐人士碰撞 又会怎么样呢 嘉宾阵容包括歌手 演员爱斗相声演员 追光把 再次延续了上一季风格 走混搭路线 追光把哥哥第一季因为比较油腻 所以也是挺失败的 为了能够摆脱油腻这个标签 第二季也是在哥哥们的身上下了功夫 一些不会跳舞的哥哥 就安安静静的站在舞台上唱歌就行了 所以这一季的安排相较于上一季 还是有进步的 仔细对比了下 要说双方的阵容 其实真的差不了多少 P哥有陈小春 赵文卓 严承旭 追歌有张卫健 吴振宇 吴建豪 还有周晓鸥 沙宝亮等实力歌手 从阵容来看 追歌不敢说比P哥强 但绝对不差 大家最关注的点无疑是张卫健了 张卫健其实也算得上比较出色的歌手 他经常会亲自演唱自己电影电视剧中的音乐作品 曾几何时 张卫健也大红大紫过 有他出演的影视作品或是演唱的音乐作品都能够受到极大的关注 张卫健带来的是一首粤语歌曲《身体健康》 他刚一开口 就让人感动得想哭 身体健康 是他对观众朋友们的祝福 他说 财富荣誉都是过眼云烟 拥有健康的身体 才能和爱的人相伴到老 才能照顾自己想要照顾的人 追歌2张卫健的设定 就跟P哥陈小春的设定一样 两人都是香港明星 都是影视歌全面发展 而且都有相当多经典作品 较真比较的话 张卫健要比陈小春更厉害 他已是快年过半百的人 但帅气卫健分毫 无论状态还是精力 都丝毫不输那些更加年轻的追光者 英雄耻目 壮志不移 张卫健永远是岁月长河里那道最亮的光 还有人说 张卫健已经站出观众们的视线 却忽略了他的智慧 从进娱乐圈开始 他就一直很低调 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 也很少出现绯闻 远离人多的地方 吴振宇演过的电影不计其数 现在依然活跃在银屏上 他与古天乐 张家辉合作了不少香港动作片 与P哥中的陈小春 谢天华 张志玲相比人气演技 与作品上一点也不输 还有吴振宇也是很有笑点 演唱开始之前 他打坐入定 到他演唱了就触电班 一下子就精神了 开始演唱的时候 他一个眼神就是大佬上身 演唱一结束 立刻绷不住笑场了 这样看吧 感觉吴振宇被请过来 其实就是为了震场子的 嘉宾太多各有咖位 吴振宇就负责镇压全场 谁比咖位都比不过他啊 追光把哥哥第二季 请来这么多在演艺圈 臣服多年的艺人 而且都有不少代表作 希望节目组上点心 起码对得起选手们的努力 虽然体力跟不上年轻人 但是各位哥哥还是拼了命录节目的 以下是网友的热评 我肯定会看的 第一季就看了 不跟批哥做比较 各有千秋 会唱会跳也多 还有各种帅哥 第一季追光 我全部看了 我咋觉得好看 张卫健 张小龙为啥要接 可以等第二季啊 追光第一季吊打 披荆斩棘第一季 不管从哥哥们的业务能力 还是选取 甚至是五美灯光 全方位碾压 后者只是有一个好平台而已 当批哥大名单揭晓后 不禁感叹没想到他竟然会来 看到追光二的阵容 则完全没有这种感觉 同感 追光并非不好看 主要怪批过于好看 就显得追光不那么好看了 还有 追光二收视不会差 因为追光粉丝会继续看 男粉丝会抱着 对比看笑话的心态也来看 所以收视率就是一 腰的效应 为了张卫健唱歌都看 该说不说 同年张卫健罢评 浪费了他的歌声 他的声音很有魅力 很有磁性 绝 他俩的差别就是 批好多多余剪辑我都跳过 追的节目不拖泥带水 可以不用跳过 是喜欢的原因之一 我会看 为什么演艺圈里参加综艺的大咖们都是些港台明星 不管什么节目总会有一两位港台大明星在配送些流量小鲜肉 看过披荆斩棘的哥哥个人喜欢的前几位都是 对这些人都没兴趣 虽然有老有幼 但老的卖不了情怀 吴振宇 吴建豪 张卫健 沙宝亮 周晓鸥出圈的经典作品少 甚至没有 不像大湾区他们 幼的都是男团爱豆 对于我们这些不看选秀的路人来说 就是路人甲 以丙丁 没有吸引力 预测追光二还是会扑在沙滩上